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华尔街科技 我是小杨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悬的事情 不明飞行物UFO 不对 现在美国军方内部将UFO改叫UAP 作为在各种军事训练范围内的空域中看到或观察到的 未经官方和军事授权不明飞机或物体的基本描述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定义 不明空中现象UAP是指在太空空中陆地海洋或海底 任何无法识别的 可能对美国军事设施或行动构成威胁的这么一个东西 媒体机构debrief.org这个网站就报道说 直接声称美国军方现在手上有着完好无损的非人类起源的一个飞行器 那这个网站是一个专注于科技国防消息报道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可信度你是可以信来的 可能大家对不明飞行物这个话题有一点审美疲劳 听腻了 但是人类掌握非人类起源的一个飞行器这样的一个事 和以前还是不太一样的 更何况这一次的爆料人 吹哨人是一位美国军方的人士 那这一次UFO爆料由于爆料者的身份而非同寻常 在2022年的一份绩效评估中 爆料人叫做格鲁什被评估为道德标准极高 那其几名前同事也对格鲁什这名军人的信誉进行了担保 退役的陆军上校卡尔内尔则说 这个格鲁什这名军人是无可非议的 那么格鲁什是谁呢 继续听我说 先来看Debrief的这篇报道 这位爆料人吹哨人名叫大卫查尔斯格鲁什 现在现年36岁 曾在阿富汗担任过一名受过嘉奖的战斗军官 也是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NGA 和国家侦察办公室NRO的一名老兵 他曾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 担任侦察办公室驻派不明飞行现象工作组的代表 从2021年底到2022年7月 他是NGA的不明飞行现象分析的联合负责人 并代表该机构参与工作组的工作 这个工作组成立的目的是 调查曾被称为不明飞行物UFO的一个现象 现在就是正式被称为不明异常现象UAP 这个工作组是由海军部门负责 隶属于国防情报和安全办公室的副部长办公室 后来该工作组经过重新组织和扩大 成为了痊愈异常解决办公室 包括对水下物体的调查 特鲁士就说政府盟友和国防承包商几十年来一直通过回收部分碎片 甚至是完整的飞行器来获取相应的情报 而通过分析确定这些回收的物体具有一呼寻常的起源 这里打个括号就一什么叫做一呼寻常的起源 就是非人类智慧 无论是来自地外还是未知起源 那基于飞行器形态学和资料和材料科学测试 以及具有独特原子排列和放射性放射学特征的这个持有物 就是说他们回收的一些一些物体 一些碎片啊 你用飞行器的形态学和材料科学 还有这个去具体分析这个微观上 独特原子排列以及放射学上来看 这跟人类能造出来的飞行器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么格鲁什在美国情报部门工作了14年 在今年也就是2023年的4月离开了政府 他就告诉网站Debrief 这些载具的资讯目前正遭人非法向国会隐瞒 并声称自己有把关于这些载具的机密资讯 移交给国会时 他受到了政府官员的报复 不过他没有说明自己具体遭到了何种的报复 格鲁什在接受Debrief的两名记者放谈时表示 美国政府与国防承包商几十年来 一直在回收非人类飞行器的碎片 在某些情况下则是回收了整架完整的飞行器 他说我们不是在讨论乏味的起源或者是身份 这些材料包括了完整跟局部完整的飞行载具 他还说分析确定这种材料是外来起源 意思就是这不是人类智慧可以做出来的 而无论是地球之外或是不明其他不明的起源 格鲁什说这项评估建立在再具形态材料科学测试 具有独特的原子排序与放射特征 格鲁什还分析了NASIC内部的不明空中现象 证实了格鲁什的说法 其实就是非人类智慧现象是真的 我们并不孤独 这类的回收并不限于美国 这是一种全球现象 但是全球解决方案持续躲避着我们 根据报道 Debrief跟格鲁什的几位前同事也进行了交谈 每个人都为格鲁什的人格进行担保 比如之前说到的退役的陆军上校Nair 他说格鲁什无可挑剔 在Debrief看到的一份2022年绩效考核中 格鲁什也被评价为具有尽可能最高道德的官员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的情报员 乔纳森·格雷则宣称 自己分析了该中心内部分内部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 也证实了格鲁什的说法 就说非人类智能 非人类智慧现象是真实的 我们并不孤单 这也不是一个只在美国发生的事 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只不过现在没有一个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英国的前国防部UFO调查员尼克·波普就说 格鲁什和格雷关于外星材料的爆料非常重要 他认为这不是一些阴谋论博客上的故事 而是真正的内部人士站出来爆料 当这些人提出一个正式的爆料或投诉时 他们是明白自己 如果你故意做出虚假陈述 你就会面临相当高额的罚款 以及这个所谓的监禁 波普就说 在他为英国国防部调查UFO时 他没有看到任何关于非人类飞船或材料的确凿证据 他说我们有一些有趣的案例 但我们没有一个飞船会藏在我们自己的仓库里 其实有他们也没有告诉我 波普认为格鲁什的爆料应该被视为一个更大谜题的一部分 他说这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这一切的核心 在Deep Brief的文章中 格鲁什也没有说他是否亲眼见过所谓的外星飞船 也没有说这些所谓的外星飞船可能被存放在哪里 在2022年5月一个众议院小组举行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针对不明飞行物UFO的公开国会听证会 在这个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的情报官员没有确认是否有外星生命的存在 但是参加工作参加作证的这个官员在公布两段不明飞行物的视频之后就说 其中一段视频中的UFO现象细经仍然无法解释 那这一场听证会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在相关问题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前的50年时间中 美国政府对有关目击UFO事件是一直回避的态度 美国国会也曾在1966年就UFO问题举行过听证会 时任共和党议员后来成为了美国第38任总统的福特 就主持了当年的听证会 在1969年美国空军终结了旨在调查UFO的叫做蓝皮书项目 并确定称没有任何飞行物被证实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这一次50年后的2022年5月17日的这场公开听证会结束之后 参加听证会的美国情报官员还同国会成员举行了一个闭门会议 当天的这个听证会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反恐反情报 和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主席卡森议员主持 参加作证的两名证人 一名是五角大楼的负责情报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乌尔特里 另外一位是美国海军情报局的副局长布雷 布雷在听证会上就说 确定不明飞行物比想象要难得多 有一些目击事件是美国官员无法解释的 有一小部分情况我们有更多的数据 但是我们的分析根本无法拼凑出所发生事件的全貌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2021年发布的一份初步评估报告就指出 美国政府已经遇到过144次与UFO有关的现象 其中除了一些可以被解释之外 其他的仍然沉迷 这份报告列举了UFO可能的解释 这包括空中杂波、大气、自然的大气现象等等 布雷在当天的听证会上就说 到目前为止军方没有发现任何非陆地起源的外星生命 也检测不到任何有排放物 但是布雷说有一些事件确实是无法解释 布雷说所有被记录的不明飞行物都没有试图通美国的军机联络 同时美国的军机也没有试图联络目击到的不明飞行物 因为这些飞行物看起来都是无人驾驶的一个状态 布雷当天还展示了两段UFO的视频剪辑 第一段视频就显示有一个三角形的物体在黑暗的夜空中闪烁 这个三角形物体后来被证明是一架无人机 而另一段视频则显示一个发光的球状物 从一架军用飞机的驾驶舱前飞过 布雷说他无法解释第二个视频中的物体 是什么 情报委员会在报告中描述 一些UFO看似能够迎风在高空保持静止 或者是突然以相当快的速度移动 但却没有可以辨认的机动方式 在2022年7月 美国国防部是成立了专门的一个机构 叫做AARO 以识别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军事和联邦机构 运作造构成威胁的不明异常现象 在2023年4月19日也就是不久之前 美国的国防部解密了一段美国的一个无人机MQ-9死神 在中东上空遭遇不明飞行物后所拍摄的一个视频 视频就显示该飞行物是疑似一个金属球体 呈银色半透明状态 在空中突然出现后快速飞行 AARO全称叫做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的主任 肖恩·科克·帕特里克就说 该物体可能是对手的突破性技术 也可能是属于已知物体或现象或万幸人的范畴 那基本上他就说这可能是一切物体 那么这一次关于美国军方手上有着完之完好无损的非人类起源的飞行器的新闻 在军方人士的这个信用担保之下 会有多少信息在未来被公开 我们也这个非常值得拭目以待 最后提嘴特斯拉老总推特老板SpaceX化石人伊隆马斯克对此事的评价 那亿万富翁伊隆马斯克的公司SpaceX开发了用于征服太空的整个的火箭系统 那starship也是该公司开发的最新火箭 在未来可能就是starship带着人类征服火星并返回月球 那所有这些都给马斯克本身这个人一些必要的可信度 他说的话多少是有分量的 那他对这些UFO的事件也发表了看法 那马斯克对格鲁什的这份说法提出了意义 马斯克在推特上就对这个格鲁什的新闻做出了如下评价 他说我没有看到外星人的证据 那但是马斯克也说我所说的也只是个人意见 不一定对你有帮助 听不听啊完全有你 这是马斯克在6月6日回应这个另外一个 关于布鲁什的这个非常惊人的爆料时做出的一个推特评价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瓦尔街科技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的可以关注我们六度简报网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节目不见不散